印度军机入侵邻国 被雷达锁定后击落 对此 巴基斯坦声明 中国雷达功不可没 敬请关注本节目 了解详情 据土耳其媒体新报的消息声 一架印度军用无人机入侵邻国巴基斯坦领空时 遭到巴军边防部队的击落 此举原本是巴基斯坦合理合法的行为 但却遭到了印度人的埋怨 印陆军发言人巴巴尔伊蒂科哈少将表示 这已经是巴基斯坦军队击落的第九架印度军用无人机了 语气听起来似乎为巴基斯坦的强硬而感到颇为愤怒 据了解 这架无人机当时其现身于该国克伦地区 先开始紧贴两国实际控制线 随后竟然还入侵巴方领空长达600米 并一路沿着实控线进行窥探 于是巴军方立即启动部署在该地的防空导弹 摧毁了印度军方的无人机 据媒体报道所说 此次无人机入侵行动是近段时期以来 印度空军多次挑衅巴基斯坦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长期以来 印巴两军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冲突就几乎没有断过 但此次的这种对峙局面 让人越发的感觉 印度是一个极其没有原则的国家 明明是自家的无人机入侵了巴基斯坦 所以才遭到了巴基斯坦方面的打击 但是印度却反过来指责巴基斯坦 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由于印度毫不讲理的气势 巴基斯坦在对外的声明中严厉指责对方是自欺欺人 不惜已公然违反国际准则 为自己争得现实利益 其中令人注意的是 该声明中还特意指出 在击落无人机的过程中 来自中国的防空雷达功不可没 不过这并不让人奇怪 要知道中国产的雷达 在同类产品中可以算得上是世界顶级 不但具备很强的反引型目标探测能力 抗干扰能力和良好的机动能力 而且能跟踪高速机动目标 并具备很高的测量精度 能数次锁定印度无人机 然后将其击落也属正常 众所周知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恩怨由来已久 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 长期处于对峙状态 这才多次导致印度无人机被击落 而且印度一直野心勃勃 多年来仍在不断扩充军备 如今肺炎疫情在印度疯狂蔓延 使得印度国内的防疫工作 一直没有取得有效进展 随着印度确诊人数 一路飙升超过50万 印度政府试图与周边国家发生冲突 从而转移国内的注意力 此举仿佛是得了美国的真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